我告诉你啊 以后山药买回来 不要总是吵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个桂花山药 软软糯糯的 老婆孩子都爱吃 首先 去了皮的山药 把它切成段 蒸锅上汽蒸个十分钟 然后整齐的摆入盘中 再淋上这个 大家都说好吃的糖桂花酱 桂花的香味特别足 还可以用它做个桂花糖藕 桂花年糕 都非常的好吃 山药这样做 老婆孩子都爱吃 你也去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柠檬鸡爪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酸辣爽口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鸡爪冷水下锅 加葱姜 一勺料酒 煮开后撇去浮沫 盖上盖子 小火焖个8分钟 捞出来的时候 有条件的可以放入冰水中过凉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Q弹 加黄瓜 蒜泥 小米辣 香菜 和七八片柠檬 调味只需要倒入一包这个泰式风味汁 它是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用它做个酸辣猪脚 柠檬鸡爪 柠檬大虾 酸甜辣的口味 特别好吃 用我的双手给它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 柠檬鸡爪这样做 酸辣过瘾 你也去做起来吧